布道八 陈炳桌 出埃及记三十七章十字十六节 他用造假木做一张桌子 长二轴 宽一轴 高一轴半 又包上金金 四围箱上金牙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又皱了四个金环 安在桌子四角的四个角上 安环子的地方是挨镜横梁 可以穿杠抬桌子 他用造假木做两根杠 用金子包裹以便抬桌子 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 就是盘子 调根并添酒的瓶和爵 我们必须把横梁置入心中 成为吃生命粮的人 陈炳桌死会墓里的器皿之一 用造假木做成 再包上纯金 陈炳桌长二轴 九十厘米 三英曲 高一轴半 六十七点五厘米 二点二英曲 宽一轴 四十五厘米 一点五英曲 陈炳桌上 始终放着十二块饼 只有祭司才能吃这个饼 立位记二十四章 五字九节 陈炳桌的特点有 四围各有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镶着金崖边 四个金环 安在桌子四个角上 金环里有包着金子的造假木杠子 用雨搬运桌子 陈炳桌上的器皿 有盘子 酒杯 碗 和陈酒的壶 都是用金子做的 出埃及记三十七章 十一自十二节说 右包上金金 四围向上金牙边 周子的四围 各做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向着金牙边 在神的屋 圣所里的陈炳桌 有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向着金牙边 神为何命令 母喜安善这个横梁呢 也掌宽的横梁 突出珠子的约十厘米 是为了防止饼 从这个桌子上滑落 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吃 放在陈炳桌上的饼 所以我们必是在精神上吃这个饼 只有那些靠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已经从罪孽中得赦 并获得冗生的人 也就是说 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作为他们拯救的人 才能吃这个饼 一掌宽的横梁 是特意安在 惠幕陈炳楼桌四周的 它能确保饼不会滑落 在每个安息域 刚刚做成的月饼 都要放在桌子上 我们要特别注意 陈炳楼四围 安了一掌宽的横梁 而且横梁上向着金牙边 陈炳楼的横梁告诉我们 必是在心中坚持赐给我们 拯救的真理之道 才能获得冗生 这告诉我们 只有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时 我们才能拥有 会幕大门上 所使用的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萨的精神信仰 这些启示使我们认识到 只有那些信仰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萨中 所体现出来真理的人 才能做神的子女 除非我们这样信仰 否则我们就与主没有份 我们当中那些想吃生命资粮的人 必是相信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萨中体现出来的 水和圣灵福音 我们必是相信 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 才是拯救的真正真理 简短地说 神告诉我们 要在我们心中提高信仰的衡量 不要让拯救的道从我们身边溜走 水和圣灵的福音 从早期教会时代 一直流传到我们这里 从早期时代到今天 神已经清洗了那些信仰着福音的人的罪孽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就是和从前一样 神会拯救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的灵魂 我们已经靠信仰会幕大门中体现出来的真理得救了 神在我们心中提高衡量 使我们能在精神上得生 因为我们信仰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 我们已经获得了冗生 靠这真理的福音 我们能与他人分享生命的良 我们还能做神的义事 即使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如果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不能坚定地坚持这福音的真理 却失去他 那么只能意味着我们生命的丧失 因此 我们必须死中因信纯思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我们心中提高信仰的衡量 在我们心里的信仰 必须相信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里的福音 如果百姓不信仰这个真理 他们就不能从罪孽中得救 他们可能坚持认为自己肯定已经得救 但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坚持和相信 体现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里的水和圣灵福音 他们拥有的这种信仰是不完全的 不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是真理 如我们亲自抛弃耶和华 只有同样的罪孽 生命的粮不单单是我们施要荣有的东西 而且也是我们必须放入嘴里 咀嚼和吃下去的东西 从而使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真理 当我们在生活中不信仰神的道 心里不坚持神的道使 那么拯救的真理就会立即从我们心中消失 你或许会感到困惑 你实际上已从罪孽中得赦 怎么可能丢失这个宝贵的拯救呢 但不幸的是 使多人不能坚持神的道 尽管他们开死时 欢乐地接受了这个真理 他们最终会死亡 因为他们的信仰根基不在这个福音里 关于这个问题 耶稣在播种者的预言里 讲了心里有四种不同的地 马太福音第13 三字九节 第18字二十三节 在这个预言里 神真理的种子 播撒在人心四种不同的地里 第一块地是路边地 第二块地是多石地 第三块地是荆棘地 第四块地是好地 种子落在前面三块地上 都不会有结果 只有落在第四块好地上 才能结果 这意味着使多人 尽管曾经听到和接受 水河圣灵的福音 拯救的真福音 他们也可能中头失掉拯救 因此我们必时牢记 如果我们心里的头不好 我们就有可能失赤肘 刺于我们的拯救 如果我们心里相信 这个借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而来的拯救 我们心里的头就是好头 但是我们时不时发现 有些人因为对神的道的信仰 没有根深蒂固 结果无法捍卫他们的信仰 从而失去了他们的拯救 正因如此 我们才必时留在神的教会里 每天吃神的饼 使我们的信仰成长 靠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里的真理 神每天都给我们营养 使我们信仰成长 我们必时每天在心中坚信 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色 我们心里的真理 就是在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中 体现出来的水和圣灵福音的拯救真理 用水和圣灵的真福音 稳稳当当地坚持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加强这福音 那么我们随时就会虚去它 我们必是始终记住 西伯来书这者 对散之犹太人说的话 所以我们当越发 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虚去 今天 即使在那些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十多人 信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消失 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已经信仰了 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他们不能即使在圣所吃生命的饼 结果他们的心灵没有靠真信仰得到净化 世上有始多撒旦的仆人 千方百计想杀死义人 为他们加效的饼 也就是他们自身的教义 如果假福音被引到神的教会里 那么真理就会与谎言混杂在一起 使信徒不会被神接受 这些人知道真理 但他们不相信 因为他们不能提高信仰的衡量 结果他们不能被完成拯救出罪孽 真言22章28节说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 你不可以挪移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 不要移赐我们信仰的界标 我们必须拥有真信仰的分界线 捍卫我们的信仰 直到主来临的那一天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始终吃生命的饼 只有那时 主才会支柱在我们心中 我们才有冗生 无论神赐我们多少饼 如果我们不能赏失其珍贵 不能用心保留它 或者如果我们一切心中的衡量 让生命的饼从桌子上滑落 我们最终就会斩变成毁灭之子 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刚领受罪孽得赦 而有些人自他们第一次听说 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赦已经锁十年了 犹如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关于水和圣灵的福音的道 极有可能我们当中某些人 一听到水和圣灵福音中的水这个词 就很厌烦 但是我们仍然必是坚持吃真福音的饼 我们必是这么做多长时间呢 直到主返回的那一天 你们有些人抱怨说 我一直在不断地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你应认识到 我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传播福音 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必是通过沉思水和圣灵的福音 才能越来越多地得到加强 我们必是完成信徒的职责 真诚地守护这个时代的人 对于重生的人来说 这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生命的饼和信仰的真良 因此我们必是每天吃这个饼 不仅如此 我们还不能光自己有饼 我们还要每天与他们分享 使他们也能领受罪孽得赦 一人的饼就是全播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把百姓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把他们送到他儿子的国里 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如果我们忽视 拥有水和圣灵福音的病 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病或死亡 有时 由于我们肉体上的弱点 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可能会被削弱 但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坚持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事实上这福音就会成为机会的窗口 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强大 当我们聆听和沉思这真理的福音时 听得越多 我们的精神就越是强大 我们的信仰就越强大 我们在心里获得新的力量就越多 我们每天都是要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加强和精炼我们对这福音的信仰 正如神所说的那样 仇斥银子的渣滋就由银子出来 银架难以做器皿 箴言二十五章第四节 我们时要精炼信仰 即我们时要即使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我们心中承认它 时不时地沉思它 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使我们得生的生命之粮 正如耶稣在祖祷祠中所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的祖确实已经赐于我们 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正因如此 祂才告诉我们 要用这样的方法去祈祷 当我们接受神赐于我们的 罪孽得赦的拯救时 必是清除我们在罪孽得赦之前的信仰柔和 我知道这个真理以后 才从罪孽中得赦 我们必是明确地承认 那时尽管我们信仰耶稣 但并没有从罪孽中得赦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从罪孽中得救 但当我即使聆听这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我心里马上开始相信了 虽然以前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世主 那时我的拯救还没有完全 但现在靠聆听水和圣灵的真福音 我已真正得救了 现在我确实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且我真心实意地信仰祂 只有当你认识和相信 主已经借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完全地把你拯救出罪孽时 拯救的恩典才能从天上降临到你心里 相信这真理的信仰 才是拯救你的真信仰 圣经里的水和圣灵福音 不同于我们曾经拥有的那种信仰 那时我们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福音 而不是这完美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信仰十字架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粗一看没有很大区别 但这两则最终的结果完全不同 在你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 你不是只相信十字架上的血吗 那时我们的罪孽都已经得赦了吗 当然没有 当你只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时 你心里仍然有现实罪 这就是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与只相信十字架上血的信仰之间的区别 明显的区别是 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人没有得救 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已经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因此 他们的精神是显然不同的 但是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虽然这两种福音看似相同 但这两种信仰有极大的差别 是不容忽视的 师父信仰耶稣的洗礼 这点小小的区别 就能决定我们获得容身 还是失去容身 所以 我们只能承认这两种信仰之间有差异 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 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 什么信仰构成了我们从罪孽中的得救的分界线 为了从罪孽中得救 我们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这个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是守罪的真理 如果你承认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 你肯定不能得救 并且现在你肯定一心一意 真正信仰了这真福音 那么这个明明白白的拯救就属于你的了 如果你在心中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就必是在神面前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就是你已经靠聆听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赦 如果你现在相信了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你就能在心里明明白白地发现这个真理的正直 我们必是在神的面前谨慎地检查我们的信仰 检查我们信仰绝对是没有羞取 如果你第一次信仰耶稣以后 花了五年时间才在心中开始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也完全不会羞耻 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才得救 也没有羞耻 如果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得救 也绝对不会羞耻 相反这是一种福气 但是事实上使得人都假装从罪孽中得救 所以能够调查一切事情的圣灵 不会认同他们的信仰 因为他们不能诚实地画上一条明确的拯救线 即使现在画上一条我们得救的分界线 也是相当明具的做法 虽然不知道我们得救的确切日子 但在这里重要的是 要明确地区别得救的前后 清楚地承认你完全的信仰 我们信仰的祖先 也相信我们现在相信的统一福音 渡河渡过红海后 当以色列民想跨古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时 他们事实上只有跟随了这一早背负神法贵的祭司 才能安全地跨古约旦河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 哦 那么我也能跨古约旦河 而实际上不去过约旦河 那么我们就不能进入迦南地 因为我们仍留在河的另一边 要进入迦南地 我们必须靠对主的信仰 完全地跨古红海和约旦河 从精神意义上说 约旦河是死亡和复活的河 把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的信仰认为 我肯定要被抛入地狱 但主降临到这个地球 接习离合十字架上的血拯救了我 为了完全拯救我们 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受洗 在十字架上流血 就这样他斩架了我们的罪孽 为了我们血弃自己的生命 支付了罪孽的公价 现在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真理 在我们心中明确地画上一条 信仰和拯救的线 在我全拨的神的道时 我发现教会里使多人 仍然位在他们心中 画上拯救的线 因此不能跟随神 他们在想 因如何在拯救之前或拯救之后 画上这条线 他们为自己辩解说 世上有谁画过这样的线 保罗画过吗 彼得画过吗 没有人这么做 但是有信仰的使徒们 比如说保罗和彼得 全部画过这条拯救的线 拿保罗来说 他是在赤大马士革的路上 画这条线的 所以他反复提到这些词 存经过去或以前 与现在这个词做比较 拿彼得来说 他也同样说过上面这些词 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十十四二十五节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他的画 就能明白他也画了这条线 你是基督 是荣生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 这随属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保罗和彼得都在拯救之前 和拯救之后 画了这条信仰的线 因此 你是否信仰 所以和圣灵的福音 不是其他人的问题 而正是你自己精神上的问题 圣经里 神的仆人全部解决了罪的问题 因为这对于我们大家 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自己必须靠信仰解决它 当我们相信 谁和圣灵的福音 并在我们心中解决了罪的问题时 神就会感到极大的喜悦 你希望令神高兴吗 那么你必须做的一切事 就是承认你们的罪 靠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死中没有得救 那么你必须承认 神啊 我还没有得救 耶稣说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马太福音16章19节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 神已经借着谁和圣灵拯救了我 现在 我从心里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完全不容置疑 主已经借谁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 我们大家必是全部在心里接受 谁和圣灵的福音 我信任这福音 因为这是真理 因为主已充分地清洗了我的罪孽 我现在相信这个福音 我还没有因信得救呢 当我们因此承认和相信 主赐于我们的福音时 神就会告诉我们 我认同你的信仰 当神已经赐于我们这个 能完全拯救我们的 谁和圣灵的真理时 如果我们不画上这条拯救的线 不通过信仰这个真理 接受这个拯救 那么神也不会把我们看成是得救的人 因为神人性化地对待我们 而不是强制性地对待我们 如果你不在心里相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他就不能赐给你罪孽得赦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心里不承认水和圣灵的福音 圣灵就不会内住在你们的心里 我们是否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外 拒绝其他所有的福音 把他们看成假福音了 还是认为 即使这些假福音仍然有用 没有必要抛弃他们呢 我们是要自我检查一下 看看我们如何政策地相信了 暂且假设一下 我们遇到了一些使用过的用质和电器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 把其中一些买来回家 认为自己可以修理 但后来发现一件也不能使用 他们统统没有用 那么我们仍然应保留 还是扔掉呢 一旦我们认为他们完全没有用处 当然就应该全部处理掉 当你得出结论 某些东西对你永远没有用 完全不可信 那么你还要知道 如何果断地抛弃它 如果说我们应当这样 对待世俗的事情 那么对于我们精神上的事情 又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精神上的事情 我们更应该果断地 自觉谎言 我们必须在相信 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与只信仰十字架上 写的错误信仰之间 画上一条明线 我们必须承认 只信十字架上写的信仰 绝不能带给我们拯救 我们必须果断地抛弃 这些有缺陷的教义 哪一种是以圣经为基础的 可靠福音呢 只信十字架上写的福音吗 还是死和圣灵的福音呢 你的信仰是相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相信已把你拯救出罪孽 这样的信仰能使神高兴 简而言之 现在有两种基督徒 一种知道和相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另一种不知道不相信 死和圣灵的福音 两种人看起来 都过着相似的信仰生活 但事实上 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 你是否曾经认为 有缺陷的福音 仍然有一点用处呢 你是否一直留着 认为以后在某个时期 会用得着呢 这种信仰是错误的信仰 它来自人为的思想 所以你必须抛弃过去的 一切旧的包袱 是因为你还没有抛弃 妙物和谎言 所以你的心里仍然有问题 我劝你牢记神的道 你们要守我的律略 不可叫你的牲畜 与异类配合 不可用两种掺杂的种 来种你的地 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 做衣服穿在身上 历位记十九章十九节 要进入圣所 我们只能经过圣所的大门 才能进去 会幕的大门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它是用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编织而成的 那些已经重生于水和圣灵的人 必须打开会幕的大门 走进圣所 在会幕大门的柱子下 有青铜做成的毛 用青铜做成的毛 是要我们承认 水和圣灵的福音 是拯救的真理 它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只能受到神的审判 因罪而死 当我们靠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了重生于水的福气 现在已成了神自己的百姓 只有当我们抛弃 对大门上四种颜色线的 错误观点 即抛弃 只信在周红色线中 体现出来的耶稣的形式 就能得救的观点 才能进入会幕 除非我们抛弃 以己为本的思想和信仰 否则我们绝不会相信 体现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中的拯救 我们必须认识到 体现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中的真理 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还必须承认 以前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是以己为本的妙物 如果神愿意 他会把你引向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 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真理的人才能得赦他们的罪孽 才能得容身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借心中相信这个真理 打开拯救的大门 才能进入圣所 如果你在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 不能识别旧信仰的妙物 那么你就会受到罪的惩罚 因为你不能得救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甚至无法进入圣所 不能吃生命的粮 只有当你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进入圣所时 你才能吃热气腾腾的生命的粮 你必须认识到 主已经借他的洗礼 蓝色线清洗了你的罪孽 借十字架的血 猪红色线 担当了你罪孽的审判 使你成为神的子女 你必须明确地认识和相信 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福音 是对你绝对必须的 只有当你认识神 以赐你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当你相信这个福音时 你才能进入神的教会 才能与一人一同分享生命的粮 主的肉体就是生命的粮和守罪 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四十九自五十三节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再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耶稣说那些吃他肉 喝他血的人能得冗生 这段经文表明 我们大家都必是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呢 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相信耶稣以戒息里 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就能吃他的肉 相信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接受罪孽的审判 我们就能喝他的血 我们还要相信体现在蓝色 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中拯救的工作 耶稣已清洗了我们的罪孽 使我们成为神自己的子女 无奈你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前 柔和信仰 你都必是承认旧的信仰是错误的 你现在必是提高信仰的粮 吃耶稣的肉 喝耶稣的血 吃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即使现在 有些人还使用这段经文 为变质论 尊便 这种教义认为 在圣餐中使用的饼和酒 在他们因性执行仪式的时候 斩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血 但我们必是认识和相信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 这段经文并不是说变质论 而事实上讲的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圣餐中 如果你排队顿后 祭司把一片饼放在你的口中 那么这片饼会斩变成耶稣的身体吗 不会 只有相信耶稣降临于世 斩架了天下的罪孽 接受洗礼消除这些罪孽 把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们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那些因性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的人相信这个真理 耶稣已经借着蓝色线 周红色线 斩架了我们的罪孽 用他自己的身体担当罪孽的审判 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我们必须靠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和血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为了把我们的罪孽 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五字十七节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尽周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洗 谁急从谁里上来 天豁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是因为耶稣接受约翰洗礼时 斩架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他才成了神诸般的义 我们的信仰相信这福音真理 天下所有的罪孽 都在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时 斩架到他身上了 我们的信仰是真信仰 我们能因信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如果你承认这个真理 那么你就已经因信 吃了耶稣的肉 天下的罪孽 都一次性 斩架到耶稣基督身上了 这就是真理 因此最重要的是 你在心中要相信这一点 这信仰能使你吃耶稣的肉 你们的罪孽 借洗礼 斩架到耶稣身上了吗 只有当你相信这一点时 你才能吃耶稣的肉 在给耶稣洗礼后 斩洗约翰大声喊道 看啊 神的羔羊 愁吃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 二十九节 因为耶稣 借洗礼 斩架了天下的罪孽 把罪孽 全部背负到自己身上 被钉在十字架 流血 死亡 耶稣就这样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手脚被钉子钉住 流血 在死的时候 大声叫道 沉了 三天后 从死亡中复活 见证四十天 然后像他期望的那样升天 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还硬死 就像他已经升天一样 他还会返回到地球上 你在心中相信这个真理吗 是靠信仰这个真理 你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只有当我们心里 真正相信了 我们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是借这种信仰 我们才能吃圣所得良 周丰富我们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聚集在一起 始终都要纪念他的肉和血 因此每次聚会在一起 我们始终都要纪念 耶稣的肉和血 如果无赖我们什么时候 聚集在一起 都能应兴去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那么我们怎么能把圣餐 仅仅看成是形式上的礼仪呢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把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的洗礼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 献祭的血 是靠信仰 我们才能每天 纪念他的肉和血 是因为我们相信了 死和圣灵的真理 我们每天才能吃耶稣的肉 和他的血 正如耶稣说的那样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冗生 在末语我要叫他复活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 他会在最后一天 复活那些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的人 我们必是承认 如果我们的信仰 不能使自己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那么我们的信仰 是有缺陷的 我们的主说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冗生 在末语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尝在我里面 我也尝在他里面 荣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而活着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 至五十七节 那些因信吃肘的肉 喝他血的人 因为耶稣能够得胜 另一方面 那些不吃肘的肉 不喝他血的人 就将死亡 因为他们没有相信 我们因信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并不是难事 让我们暂且假设 我们必须参加考试 才能进入神的国 问题之一是 什么信仰能使我们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应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呢 这个真理 由耶稣的肉和血构成 那么当我们 只喝他的血时 我们能说 吃了他的肉吗 我们必须写下 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则为答案 只有当我们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时 才能进入天国 即使以前 我们曾经误信误解 但如果我们 回心斩意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那么我们就能 通过这个试验 如果我们立即 相信耶稣的肉和血 就在此时此刻 我们就完全通过了 这个试验 百姓只着眼 与外在的东西 但神注重的是内心 所以当我们 既信仰耶稣的洗礼 又信十字架上的血时 我们就在吃 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神注重我们的心理 看我们是否在心里 真正信仰耶稣的肉 和血 因此 如果我们在心里 不信耶稣的肉和血 那么我们就不能 从罪孽中得救 无论我们以前 怎么相信 如果我们现在信仰 既相信耶稣的肉 又相信耶稣的血 那么我们就能 进入天国 世上的使徒宗教家 无休止地争乱 便只说的政策性 事实上 我们真正 施药的是 能使我们 去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的信仰 但只有当我们 在心里相信 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这才有可能 我们借着 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心中相信耶稣 就是吃真饼 喝真酒 我们必是信仰 耶稣的洗礼和血 作为我们的守罪 我们的肘说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 五十五节 我们的肘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罪孽的审判 相信耶稣 借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斩驾我们的罪孽的信仰 就是能使我们 喝到耶稣血的信仰 耶稣借着 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包括你们子女的 你们父母的 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担当了所有这些罪孽的审判 耶稣借洗礼和血 完全解决了全世界 每个人罪的所有问题 因此 相信耶稣借洗礼 斩驾了我们的罪孽 借十字架上的血 担当了我们罪孽的审判 就是因信喝耶稣的血 在当今的世界上 使得人只在口头上说 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他们并非完全 相信耶稣的肉和血 任何人没有完全相信 耶稣的肉和血的信仰 都不能领受罪孽得赦 你以前或时相信 十字架上的血 就是唯一的真理 但现在 你既然已经发现了 真正的真理 你就必须明确地相信 耶稣的肉和血 只有那时 神才会把你看成是得救者 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 不画上一条拯救的明线 也就是说 不靠内心相信耶稣的肉和血的信仰 领受罪孽得赦 那么你的信仰就得不到神的认可 我们的主说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缠在我里面 我也缠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 但除非我们应信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否则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 任何人 没有这种相信 相信耶稣的血和肉的信仰 都无法胜从主 我衷心希望 我们的教会里 圣徒 神的工人 和神的仆人当中 不会有人背离这个 相信耶稣的肉和血的信仰 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当索多玛和俄姆拉 被火焚毁时 罗德的女士 把罗德告诉他们生命的道 看成是一个笑话 对于那些没有严肃 对待神的道的人来说 神的审判 会像经上所写的那样 降临他们 不信者会因为 他们的不信而被定罪 他们将因罪而毁灭 这是极其严肃的事情 并不是笑几声 就可以敷衍了事 随和圣灵的福音 指信仰耶稣的肉和血 是靠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才领受罪孽得赦 才得到冗生 因为我们相信 耶稣的肉和血的信仰 就是真福音 我们必须在心里 保持这个信仰 我们必须首先在心里 提高信仰的良 牢固地坚持神所有的道 绝不让他 从我们的手中溜掉 通过心里的信仰 我们必须接受神 借耶稣的肉和血 已经清洗罪人 一切过犯的真理 我希望并祈求你们大家 都信仰这个 有主成就的 随和圣灵的福音 吃把你拯救出罪孽的 拯救之良 从而获得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